- 大家早安,我是電他少女貝爾 掐子一算啊,在家工作就是也超過一個月 那我今天的小電報呢,就是在我自己的家裡面拍的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背景有點簡陋,請兜兜包涵 那在本週啊,就是也宣布就是三級延長到7月12號 雖然每天的確診數在慢慢的下降,但是大家還不能鬆懈 我最近就是在家休息的時間啊,都在追晉級的巨人 OMG,我真的是太晚入坑了,晉級的巨人真的好好看 歡迎跟我分享的就是你們在家都在做什麼 好,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啊,衛福布食藥署,緊急授權的5款 家用快篩試劑,讓民眾可以自行居家快篩 那從週三開始呢,會陸續的在四大超商販賣 那我們可以買到的主要是以羅氏跟福爾為創這兩款為主 不過不是每一家門市都有,也有限量 那真的有需要再去購買即可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這些快篩藥劑啊,是不是都已經被買光了 但我還是想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居家檢疫啊,或是居家隔離者 然後自行在家使用這些快篩試劑的時候 檢測出陽性的結果,那你就要趕快打電話給1922 然後根據他們的指示動作 那如果你是非居家隔離者,非居家檢疫者 檢測出了陽性的結果 你要用塑膠袋密封好你剛剛用的那個檢測器材 然後到附近的社區裁檢所去做進一步的檢測 那如果你檢測出來的結果是陰性 你一樣要把你剛使用完的快篩器材 把它放進塑膠袋密封好,然後以一般垃圾來處理 不過要不要使用家用快篩是取決於自己啦 那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你就是好好的待在家 就是對自己對別人最好的幫助 好,第二則科技新聞 我們換一點沒有這麼沉重的話題 不知道大家覺得就是AI跟5G的新奇啊 可以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呢? 其實不只是手機網速變快這麼簡單而已哦 全球知名的自通訊公司偽創自通呢 在今年被評選為燈塔工廠 那他們多年來呢投入軟硬體的研發 將5G跟AIoT的技術應用在智慧生活、智慧交通還有家庭上 像是以AMR為核心的服務型機器人啊 未來就會慢慢的出現在我們生活周遭 像是大賣場啊或是機場等等 那它可以自己走來走去提供像是查詢啊 巡貨價、結帳等等的功能 那另外還有AR智慧眼鏡 它可以應用在譬如說偏向醫療跟救護車等等的緊急時刻 而最近一直很熱門的自洽車話題啊 其實微創也投入了非常多資源 應用在公路跟鐵路上 那他們結合5G跟AI打造一個交通雲端行控中心 而且也有跟交通大學聯手研發一個智慧入冊解決方案 讓管理者可以更清楚的掌握車輛運行的狀況 那有效提升行車的安全 他們也打造出非常多智慧家庭相關的產品 像是智慧音箱啊、真無線藍牙耳機等多元的升學產品 那他們未來呢也會繼續投入就是智能攝影機還有會議視訊系統 再來就是他們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培育跟福利 除了該有的薪資跟獎金之外呢 他們上下班有免費的接駁車 那每台有6萬的生育獎勵金 那還有各類的獎座活動可以參加 而且聽說啊他們週六不用補班 一年還有3到4天的活力價 喂老闆你有看到別家公司的福利嗎 這部分請您再來參考一下哦 謝謝 最後一則科技新聞 有在使用Windows電腦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 下一代的作業系統Windows 11推出啦 微覽在台灣時間6月24號的晚上11點呢 舉辦了一個線上發表會 不過我拍小電報的時候是在這個線上發表會之前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知道Windows 11有哪些特別之處呢 你們可以到我們的官網去看文章 那據說呢這一次是10年來Windows最大一次的更新 那根據之前的傳聞所述 這次的介面會有大改版 比如說工具列就是置中 然後加入了大量的圓角設計 那也會有新的圖示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就是說 欸我們好像很久沒有聽到Windows的開機聲了 據說這一次的Windows 11呢 也會有新的開機聲 不過我自己最懷念的呢 還是Windows XP那一旦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上網聽聽看那個聲音 你就會知道什麼是我說的懷念的感覺 新的Windows 11有哪些你期待的新功能 記得先去看文章 再到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今天的小電報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給我們like 別忘記訂閱、訂閱、訂閱、收看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才能收到最新的消息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